我找這位同學,他就是你們這一組裡面畫得最好的 謝謝誇獎 我們來吸 吸 不是謝謝誇獎 我們來看看他為什麼成功 來,第一個 他可能在設定這個圖紙的時候,設定得非常好 垂直都靠到這個邊 而且他在黏這種壓條的時候,他非常壓得非常實 所以這樣這個圖紙非常平整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他請問他這四個圖,他先畫哪一個圖? 第一個 為什麼他不先畫第四個? 因為 上面有寫1 按照事項 你是爬太 為什麼? 因為 左上 他說這也有道理 不是 你說,為什麼他先從1 2 按照事項 因為他是爬太 不是 重點是 你們這樣畫 由上到下 由左到右 這樣才不會回到 我媽 不信 右撇子一定都這樣畫 真的嗎?我是左撇子 屁 我們問一下這位同學 我媽 你媽 請問你是左撇子還是右撇子 右撇子 對不對 好,再來 我在講話 你們還在聊天 還不趕快學人家 要說我媽媽 謝謝全家 我跟你講老師的評分重點 你現在注意聽喔 我講一次喔 我爸爸叫我 爸爸 先這樣 我要找一個同學 兩個同學撿垃圾 注意聽 我評分的重點在於 你這裡的線條的樣式規格要符合規則 比如說這裡有哪些線 有輪廓線 有虛線 有一點鏈線 對不對 還有像這些中心線 這些中心線也是一點鏈線 這個你要符合規格 實線、虛線、鏈線 它有初、中、細 所以在畫的時候 你初細一定要一致 你看這個同學畫的一致 這種分數就很高 還有你在寫這個字的時候 這個字體就是2.5mm字體 高暗 所以你要寫得整齊、漂亮 這個比例是1比1 你要寫上去 也就是上面的尺寸 如果是100mm 你畫出來這裡就是 準準的100mm 我建議你 這裡有些同學 連這種藍色的框框 都沒有描好 這是有問題的 人家都已經給你描了 你還瞄不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 請問這種外面的 這個叫做粗線 粗線要用哪種比 0.9 0.9 沒錯 你們有買0.7的 你們是買0.7還是 0.7、0.9 1.5 OK 你用0.7OK 0.9就比較粗一點 0.9就比較粗一點 也OK 也OK 因為正常來說 這個如果是A3的圖紙 出線都是0.5或0.6都OK 好不好 所以你為了讓它分別 我們看起來的舒服 你用0.7、0.9OK 好不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第二種粗線 叫做中線 中線就是指它的粗細 中線會用在哪些地方呢 用在這種虛線 這個虛線 這個虛線 你虛線你有間隔 上次老師有說 我說你的虛線間隔都是1mm 每一個都是3mm 你看這位同學 他表達這個虛線 有沒有很漂亮 有 每一個都是3mm 每一個間隔都是1mm 請問中線要用什麼粗細的0.5 0.5 對了 0.5 所以唯一用到0.5的就是這一個 接下來我們看一點鏈線 一點鏈線要用0.幾 0.7 對 0.7不對啊 0.5 0.3 幹嘛跟這麼講 0.3 你們有買0.5 0.5 你們沒有買0.3 好 那我建議你 你就用0.5把它畫得輕一點 輕一點去表達你的一點鏈線 一點鏈線 它這邊 注意看 它是不是有一個小點 這個小點不是真正的點 其實它是0.5mm的 這裡間隔都是1mm 知道嗎 所以你這裡畫一點鏈線就用適當長就好了 這樣OK 重點就是在這邊 那至於這裡中文字都是5mm 老師如果沒來聽 聽你講的 沒來聽我講 等一下撿垃圾 哦 笑完啊 笑完啊 你懂嗎 叫你們兩個人 接下來 各位同學 在畫這個圓虎的地方 你要注意圓 滑 這要 這要滑 這要滑 接的要順 我建議各位 你在畫的時候 像這個 你先定中心點出來 先畫中間 然後由內往外畫 比較漂亮 如果由外往內畫 有時候你沒對準 中間的這些小圈圈 很難對得準 很難切得漂亮 這樣知道嗎 那這裡外面的就用細線 寫上去 這樣好不好 好 所有的評分中留在這裡 這個同學目前表達的 還表現得很不錯 謝謝誇獎 好不好 你就希望你們 像他這樣 好 分數 不會 對 分5 老師不會令色 好不好 好 停止